宏达电上周六宣布实施库藏股 今天股价果然硬生大涨 一度攻上涨停 另外呢 民国96年爆发掏空案的亚太固网 更名为亚太电信之后 经过多年的重新整顿 今天挂牌上市 股价上涨超过两成 与宏达电同时成为今天的盘面焦点 亚太电信在5号正式挂牌上市 开盘大涨超过19% 亚太董作秋纯枝也信心满满 上网的这个速度优化上面 我们会再做一些额外的这个投资 因为确实有更多的这用户 我们现在每个月 其实都有四万五万的 新进的这个上网的用户 今天看到这个价格 可能还是不满意的 因为很多人 他们的本钱还没有回来 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希望我们这个原始的这些投资人 最后都能够 真的能够获利出场 亚太电信上市大涨 股价陷入低潮的宏达电 也在3号宣布实施库藏股 终于激励股价五号反弹大涨 分析师认为宏达电短线跌升反弹 但中长线还是要看获利表现 总市长的一个爆区 导致于股价跌升做一个反弹 不过长线上来看的话 还是要去留意到 它的一个获利 是不是有机会 慢慢来做一个回温 电子股的一个部分 只要今年如果说上半年 其实获利还不错的 其实应该是有机会 往上来做走高 分析师认为 上市柜公司相继公布财报 投资人不愿贸然进场 预料台股近日还是会 以短线整理为主 盘市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不过中长期趋势 还是偏向乐观 UDNTV前年群戴军 罗正辉综合报导